今天是9月8日,明天就是立法會選舉 這是我最後的拉票宣言 麻煩各位幫我努力分享出去 很多人都說我們這些民主派 經常說民主都不理民生 其實這個觀點是錯誤的 首先大家要明白 在有功能組別、有分組票的環境下 我們提出的所有民生議案 只要功能組別 即是保皇黨 或者說是獨立的保皇黨 有多過一半的人反對或者棄權 即使全部其他人贊成 我們提出的議案都會被否決 所以其實最大的反對黨應該是保皇黨 因為議員,我們這些民主派議員 不是我這些 我們毓民、皮達救 民主派議員提出來的議案 是永遠都被他們否決的 所以他們才是最大的反對黨 另外,所以我們一定要說 取消功能組別、取消分組點票 我們所想的絕世好竅 民生、拉近貧富、懸殊 那些絕世好竅才有機會通過 所以我們不只是打政治議題 而是如果現在這個立法會的制度不改變的話 我們就算提出多少絕世好竅 都會被人否決 所以我們都迫於無奈 一定要說了這些政治的事先提民生 所以我們不是說不顧民生 其實最不顧民生的就是這些保皇黨民建聯 例如領會上市、兩鐵合傾、可加可減 而且他們可以無恥到 本來在立法會門外 就說幫雷曼的苦主 誰知道入到立法會 立刻否決了一個成立雷曼調查委員會的議案 還有很多無恥的事情 這個你可以看政治BB班的第二集 就是為什麼 誰說民建聯最無恥的 民建聯今年口號 什麼堅持 什麼為民生改變、為公平 我已經幫他改了 我覺得長毛改得不夠好 應該是堅持蛇齋餅改變為阿爺 這個就是民建聯 他們雖然通過很多損害民生的議案 但他們來到社區 就用蛇齋餅種 派米、派油等 去騙長者 騙他們去投票 昨天NOW的新聞也出了一段影片 訪問老人院社的老人家 那個人也承認 當天他們答應了有車會 會載我去投票 但那個婆婆是不識字的 她不知投什麼票 不知什麼是立法會 又不知 他們叫她投梁美芬 是九西的梁美芬 以及超級區議員 超級區議會的李慧琼 是民建聯的 但她其實是未見過李慧琼的 不是見不見過的問題 而是你這樣載這些不識字的婆婆 如果她投你票 真的很無恥 騙別人不識字 就用蛇齋餅種來騙人 什麼送油 帶他們去深井吃燒我 這樣 這就是保皇黨 絕對不可以再考慮給他們 就算他們上來你家房 多親切也好 去派東西給你 多親切也好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他們是通過了很多 政府實行的損害民生的議案 大家要記住了 另外民主派方面也有很多選擇 但我們現在面對一個這麼強硬的政府 你看梁振英 我們學生幾多 十幾萬在政組外面 很多人絕食 老少也有絕食 她都可以貼實心臟 完全不出來見這班人 對著一個這麼強硬的政府 人民力量 是迫於無奈 一定要用一些身榮有創意的方法 例如拉布 例如我們在立法門外 釘子飛機 我們結合群眾 之前動物釘招 很多人覺得很難看 其實我也覺得 我也是一個女生 我都覺得要不需要 但當你明白她釘招的意義 就是令到長者生果金 是不需要入息審查 是有效的 但又要 去年大舊灑溪前 在立法會大家都記得 是很大吉利是 但令到每位香港市民 有六千元獲得 我們不是一定要派錢 但當政府退差響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 有些公司 是拿九千多萬退差響的 你有物業的人 就可以受惠 很多基層和人民 不能受惠 所以如果政府 不取消退差響 我們才要求她派錢 我們不是說 是要政府派 但當她派給有錢人 不派給窮人的時候 我寧願她人人都派六千 我們的Rationale就是這樣 希望各位都明白 我們人民的力量 我們不是說搞事 好了 今天早上查響前 大家不喜歡 算吧 我們今年用拉布來問鬥 而確實是有效的 我們拉低了五千十四個 令政府收回了網絡23條 亦令保皇黨嬌生慣養 平時不開會的議員 都逼著要坐開會 有些趁吃飯時間 便撩去 例如李國寶 不回來 所以我們點人數 點人數的意思 立法會要有法定的人數 才可以開會 但如果沒有人點人數 其實就算得很少人 都可以繼續開會 所以我們便 你保皇黨經常不理會開會 我們便點人數 如果人數不夠法定的人數 便要留會 即是下星期繼續開會 那這些我們是要保皇黨 為保教護航付出龐大的代價 其實開會 也不是龐大的代價 但那些功能組別 什麼霍振庭 那些李國寶 一輩子都不開會 要他坐在那裡 就比他慘死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用一些 生命又創意 比較拼命的方法 其實拉布 我們議員辛苦十倍 我們要講很多分鐘 十幾二十個小時的事情 他們只是坐在那裡 開會 寫大字 另外也有一些政黨 即民主黨不用說 他們是投共 這個是肯定了 另外有一些 斯文一點的黨 即是他們 是不認命站出來 我對他們的 是非觀 道德觀 各樣 我對他們的理念 亦都沒有質疑 不過 不認命站出來之後 沒有方法 坐下 你都沒有用新的方法 你沒有結合群眾 又不肯用議事規則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要討好 他們那些專業 即是護計師 律師 那些中間選民 所以他們很多制度 什麼都不敢做 怕被人覺得他們激進 所以就沒有方法坐下 對著這麼強硬的政府 我們有什麼辦法 不採取 新穎一點 比較進步一點的方法 連他們 譬如 吳凱夷議員 以前在法律界 吳凱夷議員 他今年不選 他都說 一定要用新的方法 要結合群眾 才可以給政府壓力 這件我們當然是很同意 也是人民的力量的路線 希望各位明天 可以將你手中神聖的一票 投給人民力量 假如我們四年做得不好 你就下界別投我們 但今年希望各位給機會 我們用一些創新進步的方法 來監察政府 我們又會用盡所有方法 令到政府立即撤回國民教育 我們也會極力爭取取消功能組別 令到我們可以提出一些 非常利民生的民生議案 會獲得通過 那 千萬不要投給保衡黨 這是肯定 而在這麼多的民主派裡面 我都希望各位選民可以 今次就今年 選擇人民力量 因為真的是個時勢需要我們的 我 就是 我們為什麼一群年青人 你見我啊 萬必啊 陳志全 就是劉家鴻那些 我生事醫生都很斯文的 但是為什麼呢 是一個 是因為現在的政府 是要令到我們這樣 那麼多家長都要走出來 去到正中了 我們群眾不給壓力 立法會議員不給壓力政府 政府不就胡作非為了 是不是 所以希望大家 將補個日一票投給我們 我是人民力量 7號原理名